美国7月个人消费物价指数30号将出炉 经济学家预测联准会偏号的通膨衡量指标PCE将传出正向讯息 支持联准会9月启动降级循环 由于航行鸿海的船舶频频遭受攻击 英国媒体报道这促使多家大型银行将针对一些使船员涉险的船东限制融资 紧缩其银根 8月初南韩出现搭载中汽电动车电池的兵式起火事件 造成140多辆汽车遭到波及烧毁 历经8小时才扑灭23人送医 当时这辆兵式电动车并未处在充电的状态 南韩政府也要求在南韩营运的汽车制造商 需要公布旗下电动车所使用的电池 并同意推进电动车电池认证计划 中国许多产业都出现产能过剩 杀价竞争现象 太阳能戏片公司TCL中环发布最新财报显示 上半年亏损高达30.64亿人民币 近三季大亏60亿人民币 约新台币268亿元 主力产品戏片毛利率负9.25% 请考人亚雅电视真理报道 请考人亚雅电视真理报道